帶您到由美國國家歷史地標之稱的紐約植物園 去欣賞今年2月份舉辦的蘭花展 一起去看看 色澤鮮豔 品種豐富的蘭花 將紐約植物園的歷史性建築 奧普特溫室 裝點一新 一種原因為我們在冬天和夏天的展示 是不只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刻 在我們收集中的花椒的花椒 也就是在年期間 蘭花展上不僅有大量私人收藏的稀有品種 花卉的展示也充滿設計感 在紫色系的蘭花花架下 流水從鏡面組成的巨大蘭花噴灑而出 輕輕拍打著飄落的花瓣 今年的主題是蘭花展傑夫·萊瑟姆的萬花筒 由萊瑟姆帶來大膽而豐富多彩的設計 萊瑟姆不僅是巴黎喬治五市四季酒店著名的藝術總監 也是明星們的花卉設計師 我們真的想要製造一個蘑菇的展示 但同樣是一個藝術展示 在展廳間還有一個彩虹色的隧道連接 充滿夢幻色彩 蘭花展會一直持續到4月19號 會有人帶來豐富的觀賞體驗